接著我們來看怎麼樣子做一個網頁版的小時鐘 剛剛我們已經看過了怎麼樣子用node.cs寫一個命令列版的小時鐘 但是命令列的畢竟比較奇怪一點 所以我們改來看網頁版的小時鐘 雖然我們還沒有交網頁但是這個版本只要你懂了JavaScript之後 要理解就不太難了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小時鐘執行的樣子 這是我們的網頁版小時鐘 你會看到它的時間就會這樣子一直跳跳跳 每秒幾乎都會跳一次 它會顯示出目前的時間 現在是16點57分 16 17 18秒 那這個讓網頁的時間跳動是怎麼做的呢 讓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原始碼 你會看到它的原始碼裡面有一個稱為show time的函數 然後當這個網頁被載入完成之後會觸發一個稱為unload OK 成為unload的一個動作 這成為事件 那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們呼叫了show time 那show time呢 那show time呢 它就進去之後會先取得今天的日期和時間 那我們透過這個把今天的日期和時間存在today這個物件裡面 然後用get hours 取得目前到底是幾點 用get minutes 取得是幾分 get seconds 然後接下來呢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用document.getElementById 這是一個網頁裡面用來取得某個元素的方法 那time到底是什麼元素呢 你可以往下看 這裡有一個稱為div的東西 它的id id就是它的代號或名字 名字就叫time 所以我們getElementById的這個動作 其實就是取得這個這個節點 那我們把這個節點裡面呢 的innerHtml塞進去 10分秒的這個字串 那這時候它就會顯示出來目前的時間 那為了讓它不斷地重複顯示時間 我們使用了原本剛剛使用過的那個setTimeOut函數 那這個函數呢 我們就讓它再去呼叫 再去呼叫shortTime 然後呢 每0.5秒就是500毫秒就呼叫一次 其實每1秒就呼叫一次也可以 所以這裡寫1000也ok的 但是500毫秒的話它會每秒呼叫兩次 這樣子的話 時間的差會稍微小一點 那在這裡其實直接用shortTime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又把它再包的一層 外面的function 這樣也是ok的 所以整個程式 大致上結構是這樣 再讓我們看一次 這個時間還持續在更新 那這就是我們的網頁版的小時鐘 那這個例子我們來自於W3Score裡面的一個範例 我們修改過後的結果 ok 那網頁版的小時鐘 請記得它是使用setTimeout 這裡有用到回呼函數 可以看到一個網頁版的小時鐘 在這倒是嗎 好